來看到這個詐騙的出頭 這是新北市的中央有一個老大人 接到主稱是好生的朋友 卡電話來 說有家要租租 還要去銀行 要花一百九十萬的頭期款 銀行反而是猶疑 說這個事情 主要統治健康告中 警察找出相關的詐騙新聞 這樣打給他聽他最相信 這位請教室的婚姻郎 早起文行的規短 說要賠款 這邊就要賠償百萬 行人懷疑說可能是比照片 冠軍統治警察 你看不看你 我念不在聽 這叫富人物信投資說 是給兒子買房用的 在網路上找出相關案的 就讓這位婚姻人聽 警察一直在哭泣 這位82個姓療的阿嬤 站在新北市的中央 說他接著說是 他們好生朋友的電話 說有很小的家要買 叫他賺一百五十萬 去問行會到期款 就算聯署也不再看過 也沒有在懷疑 一直到健康一直在哭泣 要他才沒機會看 家中有長者的民眾 平時盡量在白天的時間 多關心家中長輩的動態 避免長輩遭到受騙的情形 經濟室統計 在最近五年來 每年發生超過兩萬驚照片案 經濟比例有更快的情形 只是今年到六月時 就已經有超過一萬三千驚照片案 正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別是 投資照片和改度分析付款 如果假網路打賣 包括像這種一般 國務早起載來 犯罪手法是最多白天疫苗 總共要到三千驚 經過提供 照片集團的照片手法 一直在這邊 所以如果接到電話 下載時選擇的時候 一定要超清楚 才不會讓照片集團騙去 記者綜合佈讀 記者綜合佈讀 還有一千驚訝 不說是有些事 有些事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